对比外头的大热天 房市景气确实冷嗖嗖 为了刺激买气 北市府确定要大幅松绑建商的囤房税 从原本的3.6%降到1.5% 除了调涨税率 销售企业从一年延长到三年 2014年完工的陈屋 也想两年内税率1.5% 我们所生产出来的房子 是存货不是囤货 也只有三年的一个期限 也是一个非常严禁的 所有的一些建商 水港盖房子 那我也说投资客也 当然要卖房子 他也不想囤房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关键价格 还可以回溯 那当然对于一般老百姓听到 就觉得说 哇 这个人物真的对建商好好 建商松了口气 但学者认为这样对房市根本没帮助 现在囤房税降低了 时间又拉长了 那他本钱更多了 那他可以不降房价了 就慢慢跟大家来比谁的气场 他们税较少不代表 他们会反映在房价上 薪水没涨 那房宅是这么贵 买不起来买不起 我觉得其实市府的税收 不再差在这一点点 你不调降他 他反正全部都转嫁 在消费者身上 这次降税也让北市府一年少收3.5亿税金 强大于35间非盈利幼儿园一年的营运成本 而土银更调降房贷利率最低到1.58% 想刺激买气 但严秉丽直言问题根本不在贷款陈述 其实是个笨蛋问题不在那些陈述跟利率 问题是在价格 这是台湾有谁来应该是黄色处于低利一下的不景气 调降建商税率真能压下如天高的房价吗 对市井小民来说买房恐怕都是场难以达到的梦想 东森产线要力两立台北长报导